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关于这个执着的问题 我就觉得真的是你自己的家人朋友吧 你都觉得还可以 就是在这个有的冲突和摩擦当中 自己不断的就是能够认识到 我可以放下一些东西可以转变 我比较奇怪的就是我们家有一只猫还有一只狗 我一看着那么觉得他可怜 因为那个狗天天就只在院子里跑 他想进屋呢因为觉得张力给他借 那我怎么帮他呢 因为我觉得他显然跟我有关系 他才会到我们家嘛 那么我一种办法去帮他 最起码你能让他不堕落的猪神道吗 那我怎么让他不堕落的猪神道 你可以去给他皈依啊 让他听听佛号啊 你知道对我他是有记忆的吗 你最起码让他闻听到佛号啊 你放音乐给他听啊 你给他念 你摸着他头 让他归一佛归一法归一生啊 给他三归啊 我的力量不是不够吗 我想的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只能尽力了 我就可以经常这样也行 也行 就说 哎呀你下辈子不要做狗了吗 你跟他聊啊 你就像道人之那样说 你摸着他头说 你看你多可怜 我可怜你也帮不到 你就做成四条腿了 你能怎么样 我最多你你掉到我家里了 我觉得我们有缘 我又幸福 那么我就给你吃点好吃点 但是你也 你又脏脏的又不洗澡 我也只能到这个极限了 不是你到这个极限了 我也不能让你上午朝睡觉嘛 那么你只能在院子里打管了 你又吃这个吃那个 逮着啥吃啥 你看下辈子别做狗了嘛 你知道怎么做狗戒断 你现在没办法及功德了嘛 因为做天人做的是散报嘛 他现在都没办法去做散事啊 他哪有能力啊 他唯一的就是本能的我忠诚 我对主人忠诚 这已经是一种散 忠诚也是一种散的品质嘛 那这种品质如果做到底 有些狗它可以通过这个来解脱狗到呢 有些狗还是 这个赛也体现得 这个品质也显得不那么厉害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就是我们能帮到动物的 有时候就是跟它说 你不要做狗交流 有些狗是能听懂的 还有有时候我把摸摸它头说 你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吧 就是说归于佛陀 那将来呢 佛菩萨可能会帮到你啊 希望佛菩萨呢 在你中阴中阴我们是一样的 到中阴大家 就会归到中阴 无形无相的那个过程 到中阴中阴也许佛菩萨能够帮到你 你能够听到佛号啊 如果你能够会念的话 也偏念一声啊 到中阴啊 它有狗的语言念啊 很多狗会的 很多有很多动物 因为在财定境界里 以前我度过很多动物 很多动物会念 观世音菩萨 会念阿弥陀佛 有的会念阿弥陀佛 有的会念观世音菩萨 也有的会念其他佛的名号 但是他的语言不是人里的语言 但是他真的是在念 就是他一母主声音发音去念 你可以聊嘛 那其实我们 他已经剁在那一道 就像剁了虾剁了鱼 你说你去放生 那只是我们的善良了 我们觉得不忍杀生物 不忍觉得他也是生物 他也恐惧嘛 那么为了他不恐惧 为了他那一刻啊 被杀的那一刻很恐惧的那些动物 所以为了他的那种 对生命的那种 也是楼翼爱惜生命 那么我放了他 但你知道你 你根本救不了他 是不是 他有一天还会被牢杀的 是不是 而且他只要做了动物 就有可能被吃被杀 被烤 除非他脱离那一道 嗯 就这样 你的帮来就这样 见到了 就被他们愿意做 最主要是 我们自己要知道 就才是这样 因为你现在有能力 做善事 做功德 做福报 有能力修法 但是你要知道 那条狗曾经有能力的 他可能是人呢 他就 他不会修啊 现在做了狗 你让他修他都没机会了 他没有能力修啊 他没有那个智慧啊 你要他去打仗吗 他会吗 你给他讲什么 该讲什么 讲法也很难听啊 你从谁到处都不了他 那你除非屠杀变成狗 跟他讲 是不是 那还得进狗道 这就是你的 就很多 就 真心修法嘛 这就是 嗯 有些小说 这也有那些东西 就算我们再可怜他们 再怎么样 你知道他们 他们会为来 你根本弄不完的 你知道吗 嗯 还是去 就打扫房间 全扫出去吧 该砸就砸了 实在不行 喷点药吧 那有什么 那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 那就算夜里造业了 就算是我们 就是跟他接了逆缘了嘛 接了逆缘呢 有一天 那我们成道不再帮助他了 那如果你 你跟他接了缘 不管是逆缘 善缘 你成道以后 他还是你的爵士 嗯 那些虫子都是你的爵士 你知道 嗯 只要你扯到 他会往生到你的世界 所以他直接接了 他把它扔到 但是无缘 无缘不行 无缘你度不了 甚至逆缘 都可以度 但无缘不行 所以打扫就打扫了 打扫 那些有点纠结 看到就是他一块 一板砖的那些白鱼 是这样的 比如说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造业是无空 没办法 这就是佛祖当年 他的弟子也是这个问题 他的金色 他们打着很多虫子 那些生人没办法 问佛祖说 我们要扫 就把那虫子扫死了 有些时候就扫死 扫不出去嘛 不扫 他们就打着我们打着 就串到身上养嘛 佛祖说 你是在打扫房间 不是在杀生 那是小乘弟子啊 纪律很经验的 但佛仍然是这样回答 所以你的念头里 没有杀生之念 你只是在清理你的房间 其他的就不要管 对 这样子可能 反而少点纠结 但最好的报答 是你快点承刀 你要想回报答 你要觉得可怜 那就是你赶紧承刀了 你承刀承得报答 你不承刀 这个可怜也没有 我告诉你 大家同在颅回之中 谁可怜血 下辈子没错 我们就是他 那就是你在讲的 你不是没有人 他的病情 是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